为了提升中医的医疗品质 卫生署计划规定 未来中医系毕业的学生 如果想要自行开业 必须要先到通过卫生署评鉴的医院 参加两年的训练计划 才能够有开业的资格 生病除了看西医之外 不少民众也会看中医 为了保障民众就医品质 卫生署决定将中医医院列入评鉴 并且未来中医系毕业的学生 必须先到卫生署通过评鉴的中医医院 或是医院附属中医部门参加两年开业的训练 才可以自行开业 在拿到证书以前那一段 大家养成阶段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顺便利用这两年的时间 重新带领他 和现行规定不同的是 未来中医系学生毕业后 必须要到卫生署评鉴指定医院 进行两年训练计划 以后不能再像现在 只要到任何一家医院工作两年 就可以自行开业 对于卫生署的这项新规定 中医师表示 这是中医专业化和专科化的开始 不过也担忧 每年毕业的中医系学生这么多 不见得有那么多教学评鉴通过的医院 可以容纳这些学生 目前住院医师的薪水 我如果以公家医院来看 我们大概没有准备好那么多的 住院医师的薪水预算的关系 而这项新政策 卫生署也会给两年的缓冲期 也就是说民国103年元旦 才会正式上路 记者吴耀宇 陈昌伟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